宋仲基新剧的商战戏码看得太过了 1997年底韩国爆发金融危机 国家宣布破产 各个行业也面临着倒闭 作为第一集团的顺扬公司 更是首当其冲 才罚爷爷气冲冲的 咒骂着青瓦台的无能 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时 只有道俊静默地看着这一切 这正是他报复 杀害自己的才华家族的绝佳机会 很快道俊和老吴成立了一家 奇迹的投资公司 老吴满眼欣赏地询问道俊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会有外汇危机 所以才提前将250亿换成美金 并且还不远万里来到纽约 找到我进行各种危险投资 就是为了赚取巨额美金吧 就连青瓦台 财经界的前辈都没能预测出来的事情 一个20岁的大学生 竟然能未卜先知 说实话 你是不是真的能预知未来 道俊说去年 国家负债率和经济收入 相差7000亿美金 就连我这个20岁的大学生 都能看出问题所在 而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 却看不出来 中国拥有美金最多的人 一旁的小秘书 满脸崇拜地看着这个小老板 与此同时 国内战市场份额第二的亚真汽车 宣布扩展 已进入了政府接管程序 老会长说出了要收购亚真汽车的想法 两个儿子听后极力反对 他们觉得亚真汽车负债5000亿 简直就是个的烫手山芋 老会长看着这两个废物儿子 简直都要被过气去了 老会长说收购亚真不是选择题 而是顺扬唯一的活路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道俊也在 计划着收购亚真汽车 他安排老吴去洽谈收购事宜 因为他知道爷爷肯定会收购亚真汽车 爷爷名下的顺扬汽车公司 常年作为国内汽车业的店 只有收购业界第二大汽车公司 才能不被重组 老吴提出疑问 面对两家收购公司 青瓦台一定会将收购 给经验资深的顺扬集团 而非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 而道俊对收购充满信心 另一边爷爷正在大发雷霆 原来顺扬为了能够收购 寒道钢厂 几乎是掏空了自家的资金 就连房地产都被拿去做抵押 老大责怪弟弟 当初要不是他暗中抬高收购金 也不至于导致现在没钱收购亚真 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 此时的老会长早已对他们失望至极 于是他决定兵出险招 他安排报社制造舆论报道 准备收购亚真汽车的奇迹投资 是来自美国的公司 这成功激起了西巴的民族不满和反抗 他们担心国家资产外流到 得知情况的道骏 飞快地跑去和老吴商量对待 道骏交代坚决不能让爷爷收购 否则爷爷不会留任劳工的 老吴得知道骏的目的后 当即决定分岛扬标